我必須說實際話 有幾種路線很要目 如果你一個沒注意 你可能就掉下去 或者是被樓梯的那個高低起伏給絆倒 這叫做脫褲子放屁 然後我就會覺得天啊 到底做這個導盲磚的意義在哪裡 導盲磚是引導視障者行進的一種設施 可輔助視障者確保行進方向 得知方向轉變與警示環境危險 常用於公共場合、人行道、車站月台等 但你不難發現 台灣有很多導盲磚的設置是有問題的 我們離真正的無障礙友善城市還有多遠 來聽聽視障演奏家沈彥玲的真實心聲 我必須說實際話的確是 有幾種路線很要命 第一種菜市場的導盲磚 菜市場的導盲磚 你走一走走一走 然後可能前面就會是一個燈灰鐵仔 你可能要坐上去了 然後還有一種是設了導盲磚沒問題 走走走走走走 然後中間就給你來一棵大樹 所以它也並沒有一個轉彎 或者是另一個什麼告訴你前面有 有東西 我們在走的導盲磚其實有分 有分警示磚跟所謂的一般的那種導盲磚 那導盲磚走一走到樓梯口要變成警示磚的時候 它並沒有變成警示磚 反而是一般的導盲磚 所以如果你一個沒注意 你可能就掉下去 或者是被樓梯的那個高低起伏給辦到 好然後第三種是 最近這幾年很流行的 叫做凹槽式導盲磚 它那個是地面上有那個黃色吧 我印象中導盲磚是黃色的 它畫黃色 可是沒有凸起讓你可以去辨認 我真的覺得這樣很不合理 那據說理由是因為 理由是因為有坐輪椅的 伸仗者去抗議說 就是導盲磚那樣 他們輪椅過去 會對脊椎什麼有影響 那不知道是怎麼樣多有利的人士 抗議到凹槽式導盲磚可以出現 這件事我真的不能理解 那我覺得正確來講 應該是要分流 就是盲人不一定要走那個 像捷運或者是那種 大眾運輸那種最大的閘門口 你可能可以讓他分流 變成是 可能坐輪椅的就一定要走這個 然後盲人是走另外一個 我覺得這樣分別會比較有趣 另外再提一個 我覺得非常不良的導盲磚設計 就是台灣有些地方有那種殘障坡道 那殘障坡道顧名思義 就是給伸仗者走 或者是你不想爬樓梯你就走那個 那坡道基本上就是一直線 那該哪裡彎什麼的 那其實走久了 如果你有扶手其實都可以定位 結果那種地方也鋪了導盲磚 這叫什麼 這叫做脫褲子放屁本末倒置 然後我就會覺得天啊 那這個到底 做這個導盲磚的意義在哪裡 這叫做脫褲子放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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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脫褲子放屁本